根据媒体报道 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的一家银行的厨户 在日前被告知 取款2万元以上需要辖区派出所的同意 银行和派出所的人员表示 此举是为了防范电信诈骗 有专家警告 这项所谓的警银联动的机制 不但有扰民之嫌 而且违反了中共国务院颁布的储蓄管理条例 等于是变相扩张了警权 因为民众能不能从银行里取出自己的钱 在不知不觉中 这个决定权交给了派出所的警察 此外根据中共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 今年三月份在两会上的工作报告 中国去年以国家安全为由抓捕或起诉的人数 总共超过了240万人 中共政法委秘书长迎博三中全会前夕 在学习时报的刊文指出 要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 还有眼睛瞪的大大的敏锐性 努力抓早抓小防患未然 以高标准做好维稳的工作 那么从种种迹象看来 习近平的治国理政秘诀 是不是公安救股市 国安抓经济 在这种安全至上的思维模式指导之下 中国是不是已经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了呢 石大谈间下半场继续请教两位法律方面的专家学者 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位是法律学者 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 于平博士欢迎您 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好 一位是台湾远景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宋陈先生 宋先生也欢迎您 宋你好各位好 非常感谢二位 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持续通过美国之音在YouTube的直播聊天时留言 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讨论 下半场我先请教余平博士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吉林这家银行的储户被告知 需要辖区派出所的同意才能够取款 那么银行方面和派出所人员都说 这是为了防范电信诈骗 不过也有专家注册一道说 这不是跟中共国务院颁布的储蓄管理条例 第五条是相违背的吗 这第五条是说 这个储户有存款自愿 取款自由 为储户保密的原则 你怎么看这个新闻所反映出来的 所谓警营联动的机制 究竟是要防范诈骗 还是变相的扩张了警察的权利呢 于平博士 其实这个问题是中国长期以来 非常困扰民众的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刚刚讲 中国是不是个警察国家 中国其实呢 它不是今天是警察国家 它从共产党执政以来 甚至我们可以推广 往前推广民国 以及这个封建那个王朝时代 中国就是个警察国家 它的政府是一个父母官 它从会用一个什么家长式的那种关系 跟那个民众的关系 所以呢 这些年来呢 一直都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只是说在改革开放的前期和中期 以及近后期的时候呢 这个情况有所改变 就是共产党统治以后 从79年以后 搞一个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以后呢 开始人们就要思考 个人跟国家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个人权利 国家权利之间 有没有一个界限 那么过去是没有界限的 政府只要认为什么是对的 它就可以去做 它不来管理到底民众是有什么权利 因为它觉得我是为你好 或者说我是为你做主 它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当然了 我们从专制制度角度讲的 大家就是说 它一切为统治这个服务 来统治目的要服务的 这个它就 这就是它的一个统治的心态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 银行的取款 两万元以上 需要警察做背书或者批准 就是这样一种反应 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方面 其实这个东西 以前已经有过 大家要知道在2022年的时候 当时出现的也是一个规则 这个规则呢 不知道我们到现在为止 搞不清楚 到底是哪里的出来的 也就是说你取五万元以上 要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 有一大堆的规定要批准 要而且不能取 每天不能取多少钱 它的原因呢 就是有几个 当然我们不排除 它有一个所谓的 就是要防欺诈的这样的一个动机 但是是不是这是一个主要动机呢 我从来就不认为是个主要动机 因为实际上这个银行啊 在中国来讲 它不是个简单的商业银行 刚刚主持人提到 那个储蓄条例 这个里面是有保护这个客户的这个利益 但是呢 同时你要看 商业银行法也有这个规定 就是说存款是自愿的 然后呢取款是自由的 并没有说多少钱以下 多少钱以下 但是就是我刚刚讲的 它在那一种所谓的这个父母官 或者说国家为人民 就是可以做任何决定 这样的一个为民做主的 这样的心态下面 它可以做任何样的改变 法律不起作用 法律没有什么 对他们没有什么限制 所以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怪状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就在去年的时候 在苏州 有一个女孩子穿着和服 在拍照也被弄到派出所去 是 他认为他警察有任何权利去 搜查逮捕 甚至就是说 用这个寻衅知识 把你起诉到这个检察官 把你起诉到法院去 因为他们认为 它这个对政府来说 是政府决定的事情 其实中国从近代以来 就没有解决过一个问题 就是民众到底有什么绝对的权利 政府就是不能够碰到的权利 所以不能踏起的权利 中国没有经过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法律上的改造 也没有 所以这样一种种种的怪状 它重要的就是说 它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我今天来分 稍微给大家分析 就是取款的限制的动机 一方面 不排除它有房价 房企价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 现在中国的银环出了很多问题 有东西不够 准备金不够 它有维稳的方法 因为怕大家取了以后 结果造成银环崩盘怎么办 造成银环被挤兑怎么办 所以它有这种动机 但是它表面上告诉你 我是房旗站 但是很难说 因为很多都是维稳的一个结果 维稳的一个取错 所以我觉得中国没有解决这个 个人跟国家权力之间的这种界限关系 它永远会出现这样的运气 好的 非常感谢于平博士分析 谈到这个 这个是背后有经济的这个考量 我们也要来下面继续讨论 然后提到刚才 这有一个例子很有意思 是不是现在 不管只是银行里面的钱要管 您穿什么衣服也要管 那么稍后如果有时间 我们也谈到这个 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 有关于损害中华民族感情 入条款的这样一个方法 不过我们将请教宋陈先生 谈到这个中国究竟是不是警察国家 可能一般人民会想到说 纳粹的盖世太保或苏联的克格勃 把它理解为只是对政治犯 反对派或异议人士的任意监控和逮捕 好像跟普通老百姓没什么关系 但是老百姓心想说 只要我安分过日子不搞政治 就算在警察国家麻烦也到不了身上 但是上面刚谈的这个例子 是不是证明这样的想法 其实是有误区的 因为民众能不能从银行里 取出自己的钱 不知不觉中这个权力 决定权是属于警察的 想不想请您从这个法律角度 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谈一谈 究竟这个事件应该怎么样来解读 跟大家是有关系的呢 存款不是你的存款 你的钱不是你的钱 如果是防诈 其实防止我受到欺骗 我将存款汇给别人 但是你不能管到 我自己要需要用钱 我自己需要提款 我觉得这是两件事 这样的借口像纸一样薄 至少我是不买账的 但是我的确跟余萍博士 有同样的看法 其实他其实有背后相当强的 金融管制的现象 就表示中共非常担心金融挤兑 那么过去对于金融管制 就是说他似乎是比较是外汇的 就是你钱不能够汇到外面去 然后但是现在因为怕整个房地产的债 导到整个拖垮他金融体系 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形 那为什么会有警察国家 是因为透过警察权来处理 就是你的存款 不是你的存款 你要提前必须有警察局的同意才行 那这个警察国家 我也同样同意于 宾博士刚刚讲的 是人民跟国家的权力之间的 一个根本的关系必须要处理 其实在中国传统的想法 就是我在田里面工作地利与我有何灾 他其实是一种下放的 就是说国家的权力 其实并没有办法渗透的 如果跟这样的一个传统的原型 就是国家权力 没有办法渗透到社会各阶层 跟现在在中国人民 所受到的社会控制 警察国家还是比较强力的 是可见的 但是其他更重要的是一种 数位威权主义 就是说透过完全的数位化 你在现在没有微信的账号 没有微博账号 没有支付宝 你是没有办法走路的 你没有办法生活的 透过这样 然后透过这样整个大资讯 就全部都由官方来掌控 整个的Big Brother 国家是完全控制你的 所有的 知道任何的消费 知道你跟谁来往 知道你所有 包括社会信用制度 整个社会威权主义 跟中国原来的 是我要过什么生活 是我自己决定 是完全背道而驰 那所以其实的确是 就是说中国人民 没有对国家相对说 有主观性的权利 说我可以去主张说 这是我的领域 你是不可以侵略的 甚至中国透过洗脑 让很多中国人民 甚至认为 隐私都不是重要的 隐私是可以牺牲的 在国家安全的理由之下 所以这是一个完全极致的 又是一个完全极致的 欧威尔式的国家 好的 感谢两位法律专家 跟我们民众的提醒 究竟这次取款需要 派出所同意 背后有没有金融管制 我们有一些网友 提供他们的看法 这位网友叫做 China Horizon 他说这是应对 流动性风险的一个办法 地方银行流动性风险 到底有多高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还有地方银行的股东 是基本上都是 地方的大型民营企业 这是民营资本勾结 地方分管治安的 主管市长或副市长的杰作 这是我们网友的个人观察 还有一位网友叫天地良 他说中国是不是 变成警察国家 他认为中国一直在 军管国家和警察国家之间 不断地做切换 那么现在又要切换到 军警共治的时代 这样的时代 就是习近平所谓 他的新时代 也是所谓的 党全面集中统一领导的时代 其实就是和东德的政治形态 相似的时代 各位在中国生活的网友们有福了 这是这位网友的看法 余萍博士其实刚才网友们的意见 也想请你做回应 那如果我们也可以增加一些数据的 这个补充的话 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 他今年三月份在两会上的工作报告中就指出 这他自己讲的 中国最高检疫国安为由 在去年抓捕或起诉的人数 总共是超过了两百四十万人 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 但是也有法律专家指出 如果你要加上秘密关押 还有这个监视居住的话 实际的人数可能更多 从数据的话 能不能说明 中国已经是一个警察国家了呢 我刚刚刚一个网友说的 中国是个警察国家 有的时候是个军警共治 有的时候是军管的国家 在毛的那个年代 特别是文革过程中间 特别武斗当中 中国基本上大部分地方 军管 那不是一个警治的事情 不是关于警察国家 那么至于呢 这个刚刚主顺提到 那个数据两百四十万的 我觉得可能这个中间 有一个不是特别清楚 这个地方 应有的那个报告里 指的是国家安全跟社会安全 它可能指的是 普通的刑事犯罪 也包括在里面 当然这个数字呢 我们现在不清楚 它到最后是怎么样 把它区分开来的 因为从它的那个 政府报告里面的 就是检查工作报告里面 没有凸显出这么清楚 但是我也同意刚刚讲的 就是有网友提出的 中国其实还有一个冰山下面的 那个巨大的黑暗的制度 就是有多少人受到了 关押管制甚至受到惩罚 有很多是在刑事体制之外的 这里面特别是对于那些 所谓的维稳的对象 包括上网的 包括那些各种各样的民众抗争的 它有的都不用这个形式的 这个方法来处理 它直接用一些行政的方法 大家都知道 中国有自然管理处方法 不管管理处方法的那个数字 也是惊人的 它可以关15天 有的时候甚至是它不用这些 甚至不用法律 民用规定的这些方法 比如说黑暗很明显 很多各地政府都建立了黑暗 专门是什么 专门是解法 就是把那些上网人员解住 然后放在一个地方 给秘密关押 然后什么都不是 这个最后呢 你起诉它以后 这个关押时间都不算了 按照中国的这个刑法 规定的话呢 如果你真的是被正式羁押过 如果你要被判刑的话 你羁押一天要吃几天了 他们这些在黑暗里面关的人 根本就不算了 那么当然我们还有很多 比如在新疆所建立的 那个所谓叫做技能培训所 技能培训学校 那些也是失去人身自由的 实际上也是一种关押 所以这个数字是巨大的 当然不一定指的是 英勇讲的那个240万 240万里面包括普通行事犯罪 但是呢 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的 有很多也是用普通行事犯罪的方法来处罚的 比如说 有一个大家都知道 比如叫做群性自私罪 群性自私罪 我们发现 最近几年 一直以来是用来 去对付那些 比如说白纸运动那些 也是群性自私 甚至有的人呢 跑到外面去 就是说呢 不讲话 就是站在那地方 也被变成群性自私 甚至有的人挂这个牌子 说民主自由 这个也是挂在政府的 挂在政府的 这个大楼门前的 如果挂在身上 也变成群性自私 所以群性自私罪 它很大一部分 也是涉及到 维稳国家安全的 所以我相信 这个数字非常大 也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说明 中国这个警察国家 确确确实是 它是一个 用行政性的方法 来硬性的管理 人们的日常生活 它这个治理模式 是全世界走不齿的 因为大家都认为 要用法治的模式 让人们有享有 充分自由的模式 来实现社会的治理 但是中共不是这样 它是使用一个非常 严格的警察的权力 来实现所谓的治理 宋先生 余博士说 这个已经确确实实 中国是一个警察国家 你怎么看你刚才在我们讨论中 也不断的提到这个奥威尔 其实好像就是像个老大哥 随时看着你 然后根据这个非具体的统计数据 是每一个中国民众 都有两个监视器在看着他 其实这是不是就是一个警察国家 最基本的一个证据了呢 请教宋先生 我想要讲一下 他背后的心态 跟他对政策的扭曲 跟偏误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可能是整个印太地区 或是全世界都会有关系的 那从这样子的一个背后心态 就表示中国非常担心 他政权的维系 他担心任何的风吹草动 包括这个组织性 包括反对意见的表达而已 你是不能够外显的 你是不能够有延伸性的 更不要说组织了 所以会被严格的惩治 所以安全制上的理念 表示中共非常担心 他政权的安全性 仿佛是一种风中残足事 似乎有一点风吹草动 就会整个翻盘的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这样的情形 在政策决策上会有极大的偏误 为什么呢 安全制上会说 会让这些国家安全部 这一类的这种理论 或是这类的说法 会取得政策上面的优先性 所以包括资源的分配 那如果是维稳的情况出来的话 所有资源会先投入到维稳 维稳至上 那其他的事情可以放在其他边 包括经济发展 包括社会的流动性 包括失业率 包括创新 所有事情都可以被压制 还有在疫情的时候更是清楚 你甚至国内健康 其实是以管制委出发 他并不是真正要打击疫病 而是要管制那个人 这样的情形 如果这么大一个量体的国家 全部是成为一个极权的警察国家 而且有极强的数位控制 你想想看 他那样政策上面的决策跟偏误 会引起多大的影响 不但是他的国内 也是真正的国外 所以我们看到周围的紧张 包括对日本被韩国 包括对东南亚菲律宾等等 对台湾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 中国国内不稳定 担心自己的民众 把中国变成一个大牢笼还不够 也完全会担心台湾会不会分离出去了 菲律宾会不会跟他作乱 日本会不会要在背后捅他一刀等等 这么一个不安的政权 其实是一个印太地区 国际性不安的一个因素 好的刚刚中间讲的很有意思说 你越要维稳 可能显出的是你的不稳定 你越要用国安旅游 可能是表示你心里的不安全感 那么我想请教余博士 刚才你也提到说 那个穿和服的女孩子 被这个送进法办这个例子 让我想到说其实现在警察国家 不只是给这个中国的警察权力 去管民众银行里的存款 还要去管理内心里的感情 这么人大去年公布了 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修订草案 其中第三十四条就规定了说 如果有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行为 是可以被处以拘役 还有这个罚款的 那么最近其实又传出了 中共要修订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 完善这样所谓伤害 中华民族感情的条款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余萍博士 对 这一个问题就是反映了 那个习近平新时代 所谓特色的一种叫做 社会制度的模式 他这个模式有两种 有两个基本的理工依据 一个就是说党领导一切 大家都知道 不要说党领导一切 国家领导一切都很困难 也不应该 但是他一旦提出党领导一切以后 那当然一切就包括 你生活的各个方面 包括你的穿着打扮 包括你的饮食器具都要包括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他的这个新时代的一个思想理论的基础 这是一个很荒唐的问题 第二个的话呢 他提出的一个非常 刚刚跟我们大家讲的问题有关的 就是非常荒唐的叫做 总体国家安全观 这是2014年提出来的 他把国家安全的定义 从传统的 针对外部威胁 一个国家的外部的威胁 那才是国家的安全 他把它重新定义成为 威胁他自己执政 那威胁执政它就有国内的问题 所以他的国家安全基本的问题是在国内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个人觉得 共产党的所有的不稳定 是他自己是造势者 自己就是视作俑者 很多的社会不稳定的情况 是他自己制造的 我们说manufacture 它是manufacture crisis 就是自己制造危机 他的制造危机的这个原因 就在于他要领导一切 他领导一切就当然的带来 所有的人不满的时候 就变成了一个危机 就变成了不稳 所以他要去维稳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也好 中国现在的执政当局也好 他们要想清楚这个问题 人民他作为一个自主的人 他是有自己生活空间的 你现在领导一切 给人们没有生活空间 那么你对所有人们带来的不满 情绪那些问题 都要承担责任的 那这个责任就变成了不稳 那不稳你怎么办 他就采取的方法就是高调的 或者说是一种各种各样的 组织形式的要去维稳 这个维稳就变成成成本很高 同时也造成了 共产党跟人民的这个区别也越来越大 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很多人 没有意识到这个危机 其实这一种做法已经彻底的损害了 特别是从40年前 搞改革开放以来的 中国的精英阶层 因为这些人受过教育 他们知道你领导他一切 他们是很反感的 所以现在他的政治上的最大的危机 来源于内部 而不是来源于外部 很多老百姓倒并不一定感受到这些 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很高的 这个个人的这种自由意志的追求 但是呢 他的精英阶层 他自己的官僚体系 对这个是有要求的 所以我讲他很多危机是自己制造的 换句话说是制造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确确实实是这样 就是很多的乱言 感谢于彬博士 那么宋存先生 你怎么看现在这个中共不只要管你银行账户 你的钱 要管你内心的情感 伤害民族感情也都可以入伐 这个争议和后果怎么评估 之外呢 刚才于博士说了 这些危机其实都是中共制造出来的 没错 其实刚刚谈到这个民族主义 他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双刃剑的这个后果了 包括最近我们看到很多美国籍的老师 日本籍的母子 外籍人是在中国接连遭到这个袭击 是不是也是这个习近平煽动民族主义 所造成这个危机 是他自己制造的呢 以上请教宋先生 您的看法是什么 的确 这样子的一个扭曲的民族主义 其实根本受害者还是中国 我知道中国的历史 中国觉得受屈辱 他觉得他需要兴起 但是他那个异受伤害那一面 他其实需要去处理的 而不是把它掩盖了下来 或者说逼迫所有人 不可以讲反话 不可以不爱国 不可以不讲民族主义 所以这样的一个整个 Political Doctrination 就是说用一个正统性的方法 去控制人的思想 其实是相当不安 台湾就是一个受害者 我们就是受到中国的 民族主义的屠害 认为说要把你收回来 才是这个完成国家的 这个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们不是为了谁在生活 我们也不是为了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活着 我们不需要为这样的一个 宏伟的目标 中国的目标去做祭祈 正如于平博士讲的 少致个人到一个群体 到一个社会组织 他其实有一点自我的创造 自我生活的空间 他其实不能够被老大哥给拿去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扭曲面 所谓爱国主义 就是说我们常常 我们台湾有一个话叫做辱华 我们不能辱华 不能够讲一些伤害 中国民族感情的事情 或是说呢 让中国人觉得受到侮辱 那这样的一个 Political doctrine之下 去滋生了很多的民族主义 或者爱国主义的语言 造成了粉红的兴起 造成了其实粉红在网路上有声量 甚至是有打压 那甚至是你有这个 所谓的红到反 就是说叫做什么 就是其实你红 其实是反讽性的红 各种各种样子的扭曲 造成说 其实整个社会的讨论 是并不是非常健康的 我觉得中国必须要去处理 如果是一个自信兴起的大国 他其实不需要这么没有自信的 去禁止别人说 伤害你感情的话 好的 感谢松先生 我们念一个网友评论 请教于平博士 这位网友叫Jack Liu 他说打着集体主义旗号 个人权益漠视 这也是基本事实 取钱是个人的自由 不偷也不抢 干嘛要警察的统一啊 还有一位这网友叫刘 他说 这是事事设置一些障碍 防止发生大规模的挤兑潮 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 其实刚刚我们网友也 两位来宾也都有提到这部分 然后最后我想请教于平博士 有很多人笑称 习近平现在的治国理政的秘诀 就是公安救股市 国安抓经济 你怎么看中共的国安部门 公安部门都接入到经济领域 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于平博士 对共产党执政 其实用毛的说法 就是两个大的支柱 一个就是枪杆 一个就是刀把子 枪杆指的是军队 都夺取政权需要他们 然后呢 比于外地也需要他们 然后有的时候镇压国内 就是那种非常大的 犯乱的时候呢 他也需要去军队 但是刀把子是日常 经常看到 刀把子就指的是警察系统 指的是国安系统 现在呢 在维稳 我刚刚讲的就是 中国政府这么多年来 特别是最近十年 很多的危机 是自己创造的 然后他的对策 就是要刀把子 所以为什么现在警察 要去跟这些各个都一起合作 去来搞维稳 特别是我们看 中国的现在政法系统的位置 越来越重要 这个重要性不至于 不仅仅其余 他现在就是 所吓的这些人员很多 几百万的这个警察部队 包括各种各样武警 还有这个一般性的警察 骗警一大堆 但是呢 更重要的说 他在总书记 就是共产党的这个 一号领导人的 这个工作范围里面的 这个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为什么 因为刀把子才是他真正的能够进行 这个就是说 把他的统治维持下去 最基本的一个保障 所以如果他这两个东西不改 刀把子的枪杆 这个电力不改 他永远进入 不能进入现代化的主流社会 好的 玉萍博士感谢你 那么宋承仙最后就30秒了 究竟这样的一个党 他的警察是能够保护人民 还是成为人民最大的敌人 跟我们30秒做个总结 好吗 宋贤 是国家的机器去监管人民 人民其实是共产党的敌人 敌人就在内部 好的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宋承仁先生 还有玉萍博士两位 针对我们上下半场的话题 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再次感谢二位 那么也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 两位来宾发表的是 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